4月12号的下午3点14分 HAPPY EASTERN! SHALOM! 今天是基督复活的日子 那先讲一下 我这个平台我只说真话 只说我所看见的 只说我所梦境中 Meditate with God Meditate with Bible 梦境里面所看见的所有的事实 如果你要来这边看大数据的话 对不起我这边没有 我这边没有大数据的 那另外我也不拿任何人的这个 任何人的文章 任何的东西做参考 这个平台只说事实 只说我所经历的事实 这边做开端 Coronavirus 这个病毒 我有一个很近的朋友 他叫FIRST 他的室友得了这个Coronavirus 他叫Frank Nathan 那他得了这个Coronavirus 七天后Recover 那前面他说像是小感冒 我怎么做呢 我拿着他的照片做了Meditation 昨天晚上我发烧 立刻发烧 在发烧前 我做了非常非常奇怪的动作 我突然间觉得空气里面 带着一种沉重的压力 吸不过气来 再来呢发生什么事 我突然间开始喉咙 我左边的喉咙这一条 舌头后面开始痛 然后痛到这边 我就立刻拿着那个 李士德林的树头水树了 它是那个Vegan的 因为我不用任何的 我还是不用韩佛的东西 我在这边讲 第一我是Vegan 第二我不用任何韩佛的东西 这个是有必要的 请回去看我之前的事情 我有在提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这样子做 其实是对我们的Pineal Glam 跟你的身体的一个 基本的一种通道的一个清洁 那当它通道清洁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会清楚 因为我们没有加工 以及这个多加的这个化学添加物 在你的通道之中 你看到的东西 它才不会是形成缠绕的状况 缠绕情去参考我的视频 里面有提到 那这个病毒呢 它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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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第一 我们要知道 你今天五成的人到七成的人 他是慢慢慢慢的他都会得到 他慢慢的都会得到 慢慢的都会得到 因为呢 他不只是在 对不起 他不只是在空气里面传播 他还会经由意识上面 而让你更容易的 这个身体更容易的 让这个病毒进来 那病毒进来 我们身体怎么样子 与这个病毒做平衡 以及我们之后 我们的身体 人体怎么样子 跟这个病毒 合作 慢慢的这个病毒 它会不见 它会不见 我们就会群体的 经过免疫 我知道我发布这个视频 我知道我发布这个视频 会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争议 可是我只要说我所看见的 再来我会拿 我的生命的所有的这个对话 以及计时 那我会再 请去我的一支一支一支 去参考我的popping里面 我全部都记载我的生命 以及我的工作的记录 那昨天这个状况呢 我中间呢 我突然间这个感觉 一股沉重感 然后一股有一种空气里面 带着一种低沉重 第二加慌乱的这个 那我知道这不是来自于我 我又去meditate 我手机滑一滑 我突然看见 有很多人在攻击最近的 所谓的这个 WHO的 谭的 谭 唐 唐 咬到舌头就不能讲出来 唐先生 唐德 唐 唐 我不会念啦 咬到舌头就表示我不能讲 今天我要讲一个重点 当时我的生命 其实发生过类似一模一样的事件 那发生在我以及这个 对方 对方这样子对待我 就如同 中共操控这个 这个 放了一些假数据 以及假的 去误导这个人 然后让这个人 认为站出来 来攻击 攻击台湾 一样的动作 当时我也受到类似的攻击 那今天讲到一个重点了 今天讲到一个重点了 我当时我甚至还 转贴了这个讯息 那我 那我贴什么 我贴完之后我立刻发烧 我先讲一下我贴了什么 WHO就有人在讲说 这个人怎么可以 这个唐先生怎么可以 对 台湾做出不实的指控 因为台湾人并没有这么说 那非常明显的 其实是 有多方 可能是有中共 可能是有台湾 多方的人 因为愤怒 因为不谅解 然后因为操控 因为政府 这个中共政府的操控 来让唐先生认为说 台湾有人在攻击他 所以基本上不是台湾人民主要的意识 台湾人民是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台湾跟中共 还有美国 其实都有这样的人的存在 这些人就是 所谓的通道意识不干净 那些会发烧的人 详细的 详细的 我不要 Alex今天在 详细的东西 我不要讲得太过于细节 因为这些细节的东西 我全部都放在我的popping里面的生命记事 请去听我的生命记事 以及我与Jonathan的对话 里面全部都有端迷 里面全部的梦境 全部的都已经记载过了 再来我在YouTube 发布过视频 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 可是我嘴巴自动在这样子讲 那表示这个不是来自于我 表示它是真 我说了什么话 我说这个病毒基本上 过一阵子之后 七成的人都会得 七成的人 五到七成的人都会得 那如果人的意识再不 再不调整 再不尊重大自然 再不尊重我们身边的人 不要讲大自然很远 因为有些人的衔接范围 只有到身边的人 当我们 when we can respect each other when we still perceive people as their race as their species we don't respect the nature what happened it will blocking our path when part of our path is blocking part of breathing pattern is not breathing is block because we hold the growth we hold the hate we hold this anger inside it will help and allow this virus to grow to help you to die i 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晚上 我做了这个梦境 我昨天晚上 我 我 其实基本上我这个人不过节 我也没有任何的宗教 我现在在这边讲 我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 没有任何的宗教立场 也没有任何的平台立场 我不属于YouTube 我更不属于 我更不属于 我更不属于中共 我也不属于 我不认为我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我不认为身为人 人家说人 人生而平等 人生而平等 没有一个人是属于 nobody is belongs to your country no one is belongs to your boss your you know anything cause fear 所有让你会感觉到恐惧的东西 那些正是我们生命要来去克服 与释放与自由 与爱的一些让我们学习的一些课题 那coronavirus还有第二点它的特征 你得过一次之后 还会得第二次 还有可能会得 但是重点它会不会形成征兆 会不会有这个征兆 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尊重周遭的生命 我昨天突然间头痛 我突然间发烧 突然间我这个头一正昏 去听我昨天的生命 在popping的生命计时 我们听一下 昨天这个叫做食物脸 前天对不起对不起 前天的计时叫做食物脸 我们看一下 浴火凤凰 莎士比亚 食物脸 集体潜意识 必要关上的门 那它不是等于MC的平方 那这幅画 这幅画呢 基本上我手在动 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我一半 我几乎是半眯着眼睛 闭着眼睛在画的 那我画完我发现它像是一张大头 我到时候我会PO在我的这个 这个 我已经PO了齁 我已经PO在我的脸书上面了 它同时这整个头下面 你看到是一个戴口罩的人 整个是一个人型 又有点像猴子的头 它同时代表食物脸 同时代表进化论 你又看到很多的通道 很多的小人在捡东西 捡起地上的东西 里面总共大概有12个小人 我算过 12表示12 表示Family 表示数字 但是我在画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他很激动 OK 再来 里面有很多外星人 大约有3到4个外星人的头 还有很多人的脸 他整个脸表示 人以及现在被 我们看不见的一些意识 所互相在操控的 可是只有两种意识 一种是要地上的东西 一种是来自天上 也就是创世纪去参考我一篇视频 去参考我大约三支音频 人体在光化 光化好像听说佛家称这个为红化 之后会有的一些现象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 已经形成一个共载体的状态 当我们了解到 我们的能量不是来自地上 我们所有的归功于天上的时候 人人包含我们看到人 其他的人 其他的生命 其他的大自然 我们就会与之看为平等 我们就会有所谓的同理心 我再讲一次 连绝所有超能力神通 不要来问我这些问题 那因为这些东西 它之所以会产生 因为同理心 empath Synesthesia comes from empathy Synesthesia Claivorance comes from empathy 所有所有的 所有所有的这种能力 基本上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我很不喜欢用文字讲话 因为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被容忍的 因为文字传递的真的太少 能够传递的东西真的太少了 我昨天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梦 梦见大家在庆祝 我飞着看到这个空间 很多人在准备所谓的糕点 糕点 那里面是 外面是酥 很像酥皮的东西 然后里面包着有甜的 有Sessamine 这个我到时候 Nicole打来的时候 她应该等一下会打来 她要喂baby Nicole等一下打来的时候 我会再问一下 她看到这个梦境的意义 那我又飞到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个艺术家 她把 可是我在那个地方 我现在人不在台湾 可是呢 我的梦境中呢 我在台湾 What What 你很 你很开心喔 你很开心喔 你在高兴什么 你很兴奋喔 她跟我要很兴奋 好 那再来呢 我看见这个艺术家 在我们旧家 我台湾旧家民生社区 去旧家门口 放了 放了很多 放了非常非常多 画框 放了非常多画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棺木 很像棺木的 里面打开全部是 彩宝 衣服 不同的东西 我讲一下 彩宝 衣服 衣服 它表示本来属于你的能量 以及你的image 那Coffing 我不知道今天是Easter 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不过节的 好 我讲 我念一下今天的圣经章节内容 今天刚刚发布过来的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第16 16-6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 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重点来了 请看他安放的地方 请看他安放的地方 重点是我在讲通道 通道 这个病毒 它为什么这么奇怪 它会不断的进化 它会不断的进化 我在这边 我在更正一个 我前面在YouTube讲的 有人误解我在讲的意思 5G并不是造成Coronavirus的 我更正一下我的文字 这个有说错 我有说错 我在这边更正 不好意思 如果误解的人不好意思 5G不是造成 5G不是造成Coronavirus的因素 造成Coronavirus 基本上是人的意识的 通道的一个堵塞 以及不洁净 以及需要 需要走掉 需要死亡的 这个 这个意识 因此它会形成Coronavirus 5G 这个部分它是加速 加速 5G 5G 不是原因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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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5G 因为5G 是有所谓的原因 是因素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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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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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因为5G当我们创造出来这些东西 当我们看了见摸得到是真实的讯息 一个新闻一条那边,它会对人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 而当这个新闻它的背后的动机只是为了点阅率 为了观众量的时候,现在集体意义要看的是什么? 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消息 散播恐惧,不管它是真是假 它背后的一部分的动机是为了要吸睛 那吸睛大家用大数据下,大家要看的是什么? 会造成人惊慌的,我们就会去看 我们讲一下,这是一种addiction 当我们习惯性的去看,对啦,对啦 就像你来一直吃巧克力干什么,变态 我们人其实对于一些让我们会有感受 不管它是负面的感受,或是正面的感受 喜怒哀乐,喜怒忧思悲恐惊 我们人会对这种东西当我们有情感上的一种 一种渴求跟连结的时候 就像有些人,这个比喻或许有点烂 可是我现在想到有一些女生,有一些人 有一些男生女生,就会挑到烂人 为什么会挑到烂人? 因为他们渴望小时候那种不被爱的感觉 想要唤醒,想要重复到那个不被爱的感觉 我们的灵会去思考说,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穿越 因此我们对那种情感会有部分的连结 所以你总是选到烂人 一部分的因素是因为你对你父母亲之间未解开的关系 你投射到你的另一半 这跟我们会看负面的新闻是一样的 你小时候可能受过的一些不公义的对待 一些霸凌 或是一些可能被老板压炸 被你的另一半压炸 或是被这个社会,像我举手 被这个社会不被认同 因为我从来就是我只忠于我自己 我不相信我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觉得something wrong with it 我就是觉得something wrong 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学校的教育系统 我要讲到好,现在整个大标题的第二个大标题 Coronavirus 基本上,这要讲到我前天的梦境 我并没有录进去 我怎么录怎么按,按不进去 那天电话坏了 我正在跟Jonathan的一个对话说 我那天在梦境里面理解到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 有一个医学报告,他被医学报告 当时有一个医生,他去恒河流域的时候 就有一个导游跟他讲说 你如果说你不要得到瘧疾 你要喝恒河里面的水 喝一点你就不会 然后他其实他已经得瘧疾了 这个去参考一下这个医学的之前的这个论文 他已经被盖过去,为什么? 因为他在发表这篇论文之后 立刻被发明出来的叫做抗生素 antibiotic 抗生素 那基本上他在发表的这个论文 名称出来了叫做三个字 氏菌体 氏菌体 我们查一下氏菌体要怎么讲 氏菌体会是这个契机 那同时氏菌体也在,也在这个圣经里面已经早就写过了 早就写过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那天我做一个梦 我做一个梦,我做什么梦呢? 看一下 好像,奇怪好像快要3点33分 三表是power 我那天梦里也是3点33分醒来 我那天做一个很奇妙的梦境 好,那 我看一下 因为我是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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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梦的人 我已经连续记了三年不停歇 每一天 每一天在记梦 这是在我画 我画了这个食物脸 食物脸的这个 这个东西的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好,梦见 OK 我梦见一个女人跟我讲 Passover,Today's Passover 我还讲这什么字 我连听都没听过 可是她是用中文讲 她说今天,今天是余月节 我想余月节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字 我完全连听都没有听过 在4月8号的凌晨 我梦到这个梦 这有点upside down 我来指一下 指出来一下 Today's Passover 我这边的梦境 这是我传给Nicole的 Nicole Marks 那我梦见我在 我看着水 我知道我在做梦 我在大海里 我看见一堆很干净的鱼 再来我看见一只鲨鱼 一只鲨鱼 一只大鲨鱼 然后我看见一只老虎 在水里 我立刻跟这个老虎做沟通 我说神奇你告诉我 你给我看见这个画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发现老虎 就是在中国讲的 你首先你会看见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是所谓的 呃 Jonathan有跟我讲 因为我也是这个 第一个是龙 第二个是猪雀 第三个是玄武 玄武就是老虎 那基本上是要 当你梦见所谓的老虎 不是狮子喔 狮子是不好的 老虎是好的 但是也不见得是不好 或是好 因为你要看那整个梦的意象 以及要呈现的东西 什么意思 你不要吃奇怪的东西 我再讲一次 你不要吃奇怪的东西 你不要吃奇怪的东西 老虎他表示你对世界上 所有龙真虎都有这句话 对吧 对所有的真直的东西 你懂得羞 懂得闭上 左边右脸被人家打 左脸给人家打 所以当时这个女的 如果这样子对待我的时候 我跟我的观众讲两句话 第一不要去讨论 不要去讨论他 不要在我的版面上骂他 那这样我跟他没有两样 第二 你如果觉得不舒服 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我刚讲 从刚刚到现在 应该大家听得懂 我在所说的话 好 你如果觉得 这个东西让你不舒服 相信你的直觉 不要去看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你看得太多 扭曲的 或是 或是错误的讯息 杂讯 你的脑袋已经被 这些杂讯 就是被洗脑 洗成所谓的 小粉红的状态的时候 小粉红的状态 小粉红的状态 little pink 的状态的时候 那 你看见真实的东西的时候 第一头会昏 第二会想吐 这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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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教会 你去教会也好 去驱魔也好 有些人会说 为什么会吐 我会拉肚子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你會表示你的通道不解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如果一個人不運動 不運動 假設一個月不運動 在運動的時候你身體會發癢 為什麼會發癢 自己去查 不要講得太細 不講得太細 那再來呢 我看見這個女人 我講一下 Dream of a girl say 所以她說 這個女人 她的房子在 海灘旁邊 然後我說你可以租出去啊 你可以出租啊 她說不行啦 她說這個地方不能出租 我就飛過去我就看到她真的不能出租 為什麼因為在高架橋下面 而且那個沙子裡面有蟲子 再來齁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在這個水裡面 大海裡面我看到這個老虎 然後我突然間理解老虎的意思 表示我們看待所有物質界的 所有的東西 我們身體已經經過光化 我本來我在測我的脈輪氣場是Crystal 後來有觀眾說 的確的因為我後來又去測過了 我變成Rainbow變成七彩的 就是我可以 我的顏色會變 人的顏色會變 她基本上她就表示 你的頻譜可以跳躍 再接下來 今天有個 confirmation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一個 很久很久之前的客戶叫Morgan 她說4月11號 她說我今天夢到你 看到了吧 我今天夢到你 我念出來 她說我夢到你 你的小鳥還有一個黃色的小玩具火車 撿到一個球 我剛好講撿到一個球 球體它有意思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畫的這個食物臉 它基本上是集體的無意識以及潛意識 表示這張臉 我不想多做分析 可是它有其中這個意義 而當我們看見空間的時候 它有邊界對吧 而人其實到一個狀態的時候 你會看見 你會理解到 所有的邊界它可以被消融 這個東西我不要講得太深 因為它在我popping裡面 我有做生命的技術 我要保護我自己以及客戶 希望大家能夠諒解 基本上它是人體在光化 光化之後的一個現象 你所看見的東西 它會分出來變成兩個空間 一個空間是這個地上的 有邊有界有靈有角有顏色的空間 另外一個是完全沒有什麼的空間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空間 而這個沒有的空間 它只有光以及暗 它只有光 它只有光 而這個光的空間 這個光的空間 它其實基本上 就是我們人體在光化之後 所看到的空間 很多在修行的人 應該會知道我在說的是什麼 因為我就是 我大概這陣子一直在夢到的 這個空間 以及這陣子我一直在 在meditate所理解的一個東西 那之後呢 這個夢境我再繼續講下去 我就看到一個女人 她說 今天是漁月節 我心裡講這什麼字 我連聽都沒聽過 然後我跟Turkey 在一個空間裡 她在喝一個魚缸裡面的濕水 她在喝一個魚缸裡面 裡面有死掉的魚 魚 它在聖經裡面 表示是message Fish tank Fish tank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意思 去參考聖經裡面 也有寫這個東西 那濕水 他就是當時這個恒河流域去研究這個 氏菌體 氏菌體的這一個人 這個醫生 他發布了這篇論文 他說人體其實我們發現 我們身體在死掉的時候 會有一種東西叫做氏菌體 他是協助我們的身體去腐化 把這個腐化成歸成土歸土 該流的流該去的去 因此我們的身體時時刻刻 我們的細胞都在代謝 都在死亡 人之所以會產生所謂的癌細胞 這個我不要講深入 我有個感覺不要講 不要走到那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要講到那邊 那那個 我要講什麼 那基本上呢 這個我來總結一下 這個病毒 它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 它超過我們的理解 它超過我們現在醫學所有 我們所認知的 所有病毒的理解 我們講它幾個特性 第一它會自動進化 所以它現在基本上已經 已知的COVID 有19有4型 現在是第19型 那基本上它過下半年 它還會再有新的疫情會出來 因為我們已經接到 五個以上的confirmation 我們確定 我們確定 基本上在人的意識 現在不變化的狀態下 集體意識以及集體的政治 現在還在彼此的操控 為了利益 為了stop market 為了鼓勵 而再去 再有這樣子操控 為了得到部分的金錢 集中的少數的人 再不做一個 全民的一個 自由的一個 一個發放issue的話 基本上這個病毒 它會繼續的轉型進化 直到我們人 全人類大概有七成左右 會走掉為止 如果我們再不改變的話 這是我所看到的 我在講一次 本台只說我看到的事實 我不參與任何的 所以請你 請你 如果你是我的觀眾 你理解我 我講的不下一百遍 請不要 請不要把 請不要拿任何的書籍 任何 除非那本書是你寫的 除非那本書是你寫的 是你的生命紀錄 不加油添醋的 除非它是純藝術品 例外 請不要拿其他東西給我看 因為我不看任何的新聞 雜誌 媒體 我也不聽任何人說的 其他人怎麼樣 這個通道它在捷徑什麼 昨天這個譚德賽的這個 我的發燒的這個紀錄 它在說我們不要參與 任何一個你所不知道的謠言 不要參與任何一個 任何一方 讓你會憤怒的任何一個謠言 在加入任何一方的戰局 你要怎麼說 你必須要說出你所看見的 清清楚楚的事實 你不要一直在那邊很高興的 你要說什麼 你想要表達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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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表達對齁 你看 你在高興什麼 你只能說出你所看見的事實 如果它非事實的狀況 請不要加入任何一邊 我今天光講譚德賽的這個 它明顯的就是被操弄了 那它也是受害者 就好比那個時候 拿我的例子 我不要講人家 因為那個人家的事情 這個很明顯是這樣 拿我的例子來說 當初我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我的標題被拿來 我的內容被拿來 在做商業用途 然後造成很多人的誤解混淆 你看到類似的標題 YouTube就很討厭 YouTube就是一個大數據的一個 很很很 不好的 不算好的一個平台 為什麼 因為YouTube它希望所有的觀眾 所有的人 他們是很有私心 很有壟斷的想法的 他們希望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上面做創作 可是基本上它給創作者 給原創者的回饋是幾乎是少到不行 而且是負回饋 我必須講 除非你今天你是個大麻瓜 你是一個完全沒有感覺到 你是一個 YouTube非常適合這樣子的人 我先講一下 適合抓重點 抓重點 然後做一個大整理 會整的人 可是上面的是否是事實 以及真實的東西 打個問號 因為當他是會整 只要有一方 如果他是一個經過社會認可 拿過證照 比如說他是醫生 他是律師 那可能他有私心的 他可能他有私心的 他發佈了一個錯的消息 或是什麼的話 那大家就瘋傳 如果有爭議性的話大家瘋傳 那是真是假 不知道 不知道 As a channel I can only tell th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I can tell the truth but nothing but the truth 那基本上呢 昨天這個夢境 我們再講到 這個愉悅節 以及喝水缸的水 喝水缸的濕水 我再講 我先 來講一下 這個夢境 我在 4月8日的時候 所夢到的 來 4月7號 4月8號 回去再停一下 4月8號 回去再停一下 然後再把他正反面 反過來再看一下 Drinking the fish tank the water in the fish tank 看到了嗎 我夢見他這隻鳥 在喝這個濕水 那隔天呢 我竟然就理解了 我理解我這個病 我理解這個病毒 要跟我說什麼 他要跟我說什麼 有一些東西該走的 他得走 有一些人 他該被淘汰的 他應該被淘汰 所以我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9月 我已經發布 有一批不乾淨的議事 來自上海 對不起我要直接講 因為我看到了 我就直接講 我沒有對上海人 以及對中國人 我也是亞洲人 可是我不認為 我是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我生於台灣 這是事實 我只是在陳述事實 OK 我知道 再來看我的視頻的人 很多中國人 大家 不要說我的祖先是中國人 我們的祖先都是神 我們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不管你是拉丁人 不管你是黑人 不管你是怎麼樣子 如果你現在還把焦點放在 這種 如果你現在還把焦點 如果你還怕甚麼 如果你是還是慘心 然後你還要注重 sore,那你會的 你會運到 你會的 現在的重點 是怎麼樣子 大家全世界集合起來 去協助地球生病的肺部 所以全世界所有的東西 都是全息的 我們的肺 現在之所以會生病 因为地球的肺生病了 听懂了吧 我们现在之所以会生病 我们的肺会先受到攻击 因为地球的肺生病了 地球的肺 亚马逊与灵 当它如果好的时候 当它如果好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吵好不好 我知道你也想表达 你要表达什么 你要出去 那等一下我们要出去 要买橘子 因为基本上 我大概有七成的几率 我的身体里面有这个COVID-19 我基本上我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我现在是和平共处的阶段 然后慢慢的它 如果和调掉身体有氏菌体了之后 它应该会不见 它应该会不见 可是现在由于 FDA还有全世界的这个组织呢 你要取得执照 你要取得执照来研究这个病毒 研究这个病毒 你要经过层层的关卡 以及层层的流程 更不要说传统医学疗法 更不要说像我们这种channel 他们是不会听我们的话 但是我有一定的 我知道我有一定的观众量 我在这边我至少能够做多少 算多少 我会发布在我的脸书 是因为我的所有的视频 都不是盈利必用 可是我 我现在 我一直都有在协助人 做一个能量上面的调整 这是我的天使 这是我的天命 我们现在全世界 还有一个共通的语言叫做钱 金钱 金钱叫做currency 所以你既然你来这个世界上 你身为人类 你就得学会这一刻 就这么简单 钱它不是罪恶的 钱它不是罪恶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子 正是这个钱 怎么样子去看清楚 我们都是超过钱的价值 we are the value 早期大家钱是怎么产生的 我家有水果 你家有树米 那我家是种水果 你家是种树米 所以我拿一袋树米 跟你换十颗水果 那后来发现这样不方便 不方便 那怎么办 就用一个共通的面额 那它必须要经过 所谓的加密 因此现代人 如果你了解的话 你必须要经过加密 因为现在都可以硬位超了 听懂了吧 你自己传输的能量 必须经过加密 不然当它太容易 被抄袭的时候 请看我的生命经历 我发布一支 被误导十支 被十个人copy 然后被误导的观众 我今天传递的 可能懂得有十个人 他们在拿一样的标题 再去重置 再去拿不实的一些东西 再加不实的经验 在出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可想而知 他们如果又懂得包装 又懂得做广告 我今天不要说交 因为我不交任何人 我只是拿我的生命做一个分享 这是我一贯以来的作风 我从来不交 不交任何人 之前这个女的还说 一个教高我的 还说人家抄袭 要不要脸 还在她的频道 这个我已经截图下来 我要保护我自己 好 她其实我还蛮感谢她 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是一个超好的例子 其实我通过到了 我都不恨她 我只是觉得 有时候蛮annoying的 因为 因为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 她误导的可能有1000个人 那我究竟是在做好事 还是在做坏事 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tunnel 这样听懂了吧 我们现在全世界 我们经有人输出去的通道 It's unclean 包含我们的呼吸 我们所带有的意识 It's unclean 所以我会看见 大海里面有一只老虎 老虎它同时 龙争虎豆 它表示的是 现在的商业 以及金融体系 现在的商业 以及金融体系 而当我们看待 金钱 以及你所有的东西 对你的事业 对你的生命 不要一直叫啦 你好吵 我知道你要出门 我们等一下出门啦 对你的生命 你开始有一个理解 你穿越了所谓的生死 你知道我们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来传递一个干净的价值 以及做自己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你会变成一个光化 以及加密的现象 现阶段 如果你的身体 还没有光化 还没有加密 还没有理解到 这个道理的人 可能会被提早淘汰 可能会被提早淘汰 我这个不是要吓大家 而是今天我们要了解 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我来讲白话文 我们要了解尊重大自然 尊重其他的生命 以及不去做任何恶意的公义 You are not in their shoes 我从来 我今天在发布 我在发生 在这么不公义的事情 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 我只跟我的观众讲 不要去讨论 不要去讲 就包含现在谭德赛的这个事情 台湾很多人还在说 谭德赛还用一些 各式各样的匿名 那的确他讲的 如果今天你在做这样的动作 那他讲的有错吗 你的确就是在攻击他 尽管你前面不是你攻击他 那你的确现在就在攻击他 他被操控了 你还看不出来吗 就像当初 当初这些 后来来找我的一些人 因为看了这个错误的视频 错误的知情杂讯 他们已经完完全脑袋 是昏得不清楚的状况 我是怎么做 你可以怎么做 我拿我的建议 可能我的建议不是完美的 或许你如果有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以下留言 OK 我当时我是直接 如果我会先meditate 为这个人pray 为这个人助导 如果我看见这里有扇门 这个人愿意听我的 愿意尊重我所说的话 而不是只是来说 诶 怎么开第三眼 诶 怎么开第三眼 很多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他在发布一些 着重在神通的视频之后 会就是引来了这样子的一群 所谓的贪婪的人 贪心的人 那 我会先pray 我会先为这个人pray 如果那边有一扇门 可以协助他 我会留着 我会跟他说 请你看 等你准备好再来 如果这个人没有准备好 他执意只是想要来 拿取 不属于他的东西 或是来逼迫我 强迫我 给他 他没有办法理解资讯 我会直接的做封锁 我不会跟他做争执 因为当我跟他做争执的时候 我跟他没两样 这个让我学习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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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一段时间 这也是我昨天 突然间脑袋发烧 以及喉咙痛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当你在与这样的人做争执 仇恨 愤怒的时候 你同时允许自己跟他们一样 圣经里面有写 我记得在前几天 好像写了一个圣经的章节 我来看一下今日经文 好 不 看一下 来 那个在选定经文 我们看一下 前几天有一个牧师 他在很奇妙的时间 在我理解这个事情之后 他传给我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阅读 我要了解一下 今日经文在哪里 OK 来 昨天的经文 因为 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诗篇第三十 Chapter三十的第五节 好 来查看曲门部 我们来看一下 诗篇 如果你手上有选定经文的话 你可以一起来翻到这个章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为什么我又回到马可福音了呢 我要来看一下 诗篇 昨天的选定经文 昨天是这个 Pastor传给我的 Psalm Chapter Thirteen Five 因为他的怒气 只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疑速虽然有哭泣 早晨必变欢呼 至于我 我凡事平顺 便说我永不动摇 这是跟莎士比亚的一席话一样 因为为什么呢 当我在收到这一篇视频的时候 有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 他可能暗恋我一个外国人 他竟然传给我 莎士比亚一个诗篇 跟这个讲的一模一样 是我昨天写的这个 这叫confirmation 耶和华 你陈诗恩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眼了面 我就惊慌 耶和华 我曾告诉你 我向耶和华 恳求说 我被 我被害流血 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 岂能称赞你 传说 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 求你应许我 连血我 耶和华 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 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 歌颂你 并不住身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赞你 直到永远 讲一下昨天的 同一天 同一天 有一个陌生人 传了一封讯息给我 然后我传有朋友 我朋友 我传有朋友 我说解放一下 这一篇 我来念一下 Phoenix The woman those words Come only from dreams Phoenix Her dream New create another word As great In admiration As the bad words As the bad words When dream world Shall call her From this cloud Of word Darkness Who From the scared Ace Of her words Shall star-like words Rise as great In fame As her words 天啊 跟我回天的梦一样 好奇怪 And so Stand fixed The internal words 我们来讲一下中文的 直接的翻译 我这个人不是这么厉害在写诗 可是呢 这两篇在解的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来讲 昨天的生命以及对话记事 运火凤凤凤凰 莎士比亚 山下The woman 靠外 Stand 只说梦话的女人 我在这里 我有个匿名 叫凤凤 凤凤 � rain 孟想创造了一个词 就像投注词一样 令人针佩 当梦境从这黑暗的 these Kan Council 呼唤她的时候 谁从她的话语的神圣灰灵中呼唤 一模一样的意思 因此我们做一个结语 这个病毒在所有的confirmation下面 我这边的数据 我这边的数据 我是我不骗人的 我这边的数据 这个病毒未来 如果人的这个意识再不更改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 七成的人身上到八成的人身上 都有这个病毒 都有都会有这个病毒 但是不见得会发病 那如果我们的意识 还在攻击彼此的话 如果你执意的攻击彼此 如果你执意的只顾守自己 地上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与这个病毒 你的身体会与这个病毒同样的 它会协助你 这个病毒会协助你加速死亡 当我们的意识开始理解 开始懂得尊重周遭的生命 我要用它来讲话 当我们的懂得找到心里的平静 是与神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懂得对待所有我们所爱的 能够让我们开启光的通道的 人 资产 我们知道尊敬并且给予爱 当我们对于周遭 所有的事物的悲痛 我们不感到愤怒 而是把这个愤怒 回归给神 回归给自然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的通道 以及我们的载体 已经被捷径 已经得到进化 而当光化的路程 我们每一个人将从星辰一般 重新揭露 以及重新显耀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因所带来的光芒 谢谢Alice OK 我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以上2020年的第4月12号 以上是我的生命记录 关于Coronavirus所带来的恩典 以及所 奇怪 用这个讲完话头会晕 不知道讲